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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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人生地匪 抵 非 人生 反正我請教你 名字要請教 這是無雙先教 這才難說 什麼人也無法去醫療 我再請教你 我們人的世命的家庭 到底在哪裡 世命的家庭 其實不在意的長度 只在意的跨度和寵度 也就是說 人在世間 所謂的審言和惡言的差別而已 老闆 你怎麼問我這個問題 沒有啦 我最近就有一個朋友 翁先生去了 四十多歲而已 他做人也很好奇 成功結心講英 實在 我們這個大好人 是啦 人家人生的卡本煙丸 人家就要露台 像他這樣 我覺得他人生是煙的很成功 因為他有受到大家的堅定 嘿嘿 反正說 他實在真的不簡單 真的是我們的神秘色 哎唷 別這樣說啦 感恩啦 感恩啦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董美芬 經典人生地毀如海 歡迎收看今天的地毀人生 說到人生 人的醫生總是這樣沈無形在過 但是在那一瞬間 會有什麼樣的造物更變化 其實沒有人知道 所以老一輩的人 都常常跟我們說 世事無上 我們面對的每一件事是順心留意 那才是說疫情在前 這都沒有人可以思考 先知道 福建裡面有說 如是陰 如是煙 如是故 如是不 所以其實不用去想過 過期的功成名字 也不用去想看 未來是不是可以飛鋒天達 因為 過期的已經過期了 那若是未來的事 我們現在還想 也是跟我們記想的 現在最要緊的 是就要看更好 現在出氣 因為 正著歡喜的音 就是正著歡喜的歌 又怕什麼規格的 這就是政事議中有說到的 一念一飛 即將惡音 一念一時 即將善果 正念成林也不要說過 我們是這四人的永遠 卻是後四人的導演 因為我們這四人所做的一點是 都會寫在後四人的極本裡面 這也是浴帝來世後 金星做真事 如果是關於說這四人 為什麼會生長在這種環境 為什麼會遇到這種事 一切都一定是不能去哭去 所以我們可以做的 就是依照這四人所提到人生的極本 好好地扮演好 每一個態度 在人生極本上的好永遠 我們應該就要做給他好 變相時 只要我們是對人付出 我們不用怕說 只有對人微微笑一個而已 你只有這個笑容 就能讓對方感覺說 真溫暖耶 就像像我們看到主座的志工 他們都是負出 心肝的過癮 都是要如何解割別人的困境 做理人的靈魂的事 不管走到哪裡 心肝頭都可以自在 在論議裡面 空主也說到 貪人自在心境 在空主所說的貪人自在心境 到現在我們現在的社會 到底有哪裡有的不一樣呢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我們來看今天 京電鋼燈裡面 到底空主他來教他的貪主 他是怎麼在說這個境界 我們一起去看 我們一起去看 去看 天核地 這句話是在形容 大小人為著前度 尊準打拚 用功的正行 也不過 也有一些大小人為著說始終正 因為這樣 家母 農嫂 他都沒有在那邊 什麼事都不會要 虽然说是包图事实 也不过在那儿设施以外 什么事情他都没效 所以说有的设施人 对社会实在是没有实质的贡献 空手有一个学生叫做主下 他在文学和时经 里面都有很深的泪涵 就是当时已经有名的教育家 空手就以如为君子如 如为少林如来给它记起 如这一般是只记住那儿的设施人 如果文化受仙欲既婚 君子如有君子少林子役 作为少林如 少林轻轻微就是说 所得的青就役了这儿 如果是要说行李就是未夭辩通 如果要说更重 就是道理辩护色 那如果君子如这儿 就是臨情臉丹 在心、在臨、依經事 為臨為先 理不依故理、命理為先 在古早上 如果要討論的辦公 是很不簡單的事 所以說空主 他就很急於主下 他希望他如果要做學問者 就應該是就要做一個有學問的堂瀋人 用於君主為先、理解瀋人 用於命都為先、理民為先 理不理故人的財民、對救為依緩 這樣不接的故乎 社會對堂瀋人的尊重和記態 在今天的論議 我們就來說君主和瀋人 在心境上面的差異 主婉、君主攤瀋人 瀋人重七七 這白話就是說 君主啊,心興、寛共 公民、正代 自然就會瀋人、瀋人、瀋人 因為一般瀋人他在哭怒的事 都是他自己有好處 他才會去哭怒 所以他就這樣反敵、反省 不知他常常胸懷悠哭 君主、攤彈彈彈 瀋人重七七 這是自過以來 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一句病言 所以說 有很多人 常常常幫他寫作這個補兆 甚至是抓兆兆 幫他掛大這個色彈 他常常在念真兩句 來在極力自己 因為君主 如果是要做君主 符合到空主的要求 應該是就要心興、寛寛 可以用運很多事情 可以用力很多事情 不會去寫到個人的利害和得失 反倒回家 心興很會 常常在圍爛人 這樣也不好 對自己也常常在圍爛自己 常常在祐求 這樣做立、不安 這就不可能成為君主 君主貪動動 少人重七七 說到這裡 要來跟各位說一個故事 在那以前有某一個爭仔來 有一個人生的人家 他們的生活很難過 他們這個難過的人 這個巨大人 他為了要省錢到地 你知道他怎麼樣 他就常常用判斷 就去人家的菜園裡面 去跟人家頭頒菜 有一天晚上 他就帶到七歲的孩子 他老爸帶到這個孩子 就在那邊人家的菜園裡面 他就說頭頒骨肉條菜頭 菜頭頒就要走的時候 他小孩突然在他後面 小聲在他看 說 哎唷 爸爸你看 有個人在看你 他老爸怕一個 這樣 眼睛繞繞繞繞繞繞繞 像在那看 其實她心裡也很高興 她常常把小孩搶走 一路上她在想 老體是很大的嘴巴 不常是佛菩薩跟心靈自閉 照小孩的嘴 要受我悔慨 受我改革 向善 所以說 政党跟社連的分野 是只在一連一間而已 孔子公 君子坦東東 一個人較早做事 若是公明正代 自然就不用閉閉閉閉 較早說 他的心情若是很困難 心肝很柔軟 能夠保養別人的過程 能夠擁立別人的意見 心思不是用在價格 死灰的事上面 太多表現就是主宰 政党尚人說 君子兩大 少年企大 這是要告訴這個人 我們就要看別人的優點 你不要去看別人的跨點 如果這樣 每一個人都是在我們學習 這也就是一種款待的心象 因為人家真的覺得 你的大量很大 人家不需要願意來跟你做朋友 不需要願意來依你分享 我才會說 家事若是做了壞事 心寒來就會覺得很不安 所以安心不定 說話不出財 所以我才會怕別人的補貌 所以心思緊張 不管什麼時候 都覺得很不主宰 萬一思基拜路 去讓人知道 還會受到人 咬咬咬咬咬咬 還會建設 當自己的過程 都要承認 當自己的過程 都要承認別人的心想 如果像這樣的人 無論說 他會有多少財富和困力 到最後他就一樣 不會快樂 在情思議裡面 政研最年就說 問心無愧 心最安 靈呼出 祖靈 救靈 是最快樂 我們來看當年 花航大航空欄 才是救禮在大地上 還有 南阿大海嘯 這些大災難 不行以外的事故 讓我們想到 讓我們感到心痛到悲傷 但是在這裡發生在人的現場 我們可以看到主宰人的心意 我們想看看 看著我們的眼睛所看到的 是整肚子翁生者的死體 屁股屁住 是那個死體上面的氣味 屁股聽到是家屬的口聲 在那裡紛亂的現場 什麼人不怕呢 但是在現場救災的主宰人的悲傷 並沒有一點強固 嚇壞 這是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心情50寒 心中心的是 我們能怎麼做 才能幫助 這些家屬 度過最難過的日子 無論是做一寒 這些協助救災 都是他付出做人的心情 背叛那些家屬 所以很多人一直以來 都是他最快的速度 出現在需要幫助的地方 滾住 攤動動 雲心無愧 心最安 我們來看今天 要帶來給大家小故事 大智慧 打招作給今天聰明小弟弟 十本月前跟同學做會騎腳踏車的時候 騎到人家看的車撞到聲 也因為他的忍耳 他的同學都沒有受傷 黃媽媽一年不敢 不過對好戲的表現 也感覺很驕傲 那時候臨機一變還要想救人 把前面的人推走 所以那個人豪華未傷 雖然因為這樣造成嚴重的骨折 不過勇敢有更善良的他 也沒哭 也沒發痛 就是每天黏呼 因為他參加過 主座立動精進班 後來勇敢面對人性的無聲 師傅你放心 我會在這裡好好治療 我會去當小胡適 他在那個家戶病房的時候 他真的很勇敢 他都沒有哭 現在他現在要換藥 他跟醫生跟護士說 不要打那個止痛針 他要忍耐 很好的卡片 帶給他很多鼓勵 對助手指 他跟媽媽都生得完美 只希望 自己可以趕緊好起來 走在主座的菩薩道上 看到剛剛小弟弟的故事 我覺得很感動 因為如果要把一個罪 怪在一個人的身上 是比較簡單 比較容易的 可是如果要自己來面對 這麼大的困難是比較困難 那他那麼小的年紀 就知道要如何包容 不管是造勢者也好 也還有他的朋友 那他可以做這樣的決定 理所當然的可以包容這些人 其實是很不簡單 那他要面對的是自己的復健 然後他可以勇敢的去面對 放全部精神在於他的復健 在以後要完成 然後要康復的這條路上 我覺得真的是很令人佩服 那他的這個故事啊 可以除了讓周邊的人 還有我們 覺得很感動以外 還可以讓我們的想法改變 像我覺得看了他的故事 就覺得很多事情 並沒有那麼想像中 那麼難 那麼困難 只要我們換一個角度想 其實就可以把它做得很好 那其實考試啊 像我們年輕人 考試就不會覺得 他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看完了剛剛這一則小故事之後 我心中有一些想法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黃小弟弟 因為跟同學出去玩 然後有一台水泥浴板車 因為要撞到他們 他很激進地把自己的同學推開了 可是卻讓自己受了傷 那剛剛看到他在醫院裡面 做復健的時候 他雖然很痛苦 可是他卻很堅強地忍著 那麼我覺得有一點 其實蠻讓我佩服的 就是黃小弟弟跟他的媽媽 決定用寬術去原諒那個 撞到他們的水泥浴板車的司機 我想這個情形在目前的社會 是非常少見的 因為他們用大愛 決定去原諒了這一個 讓他們受傷的人 我想這一份溫情 必須要讓他延續下去 才會讓這個世界更享受、更美好 我們看到黃小弟弟的故事 是否讓我們感到很配合 我們配合他的勇敢、自在 面對困境 其實人生就是這樣 家屬如果能夠好 百當下的一念心 不管有甚麼事 你一定能夠自在、不怕風 我們今天在教室內 同樣為各位觀眾朋友 邀請到我們六秀師姐 來到節目當中 歡迎六秀師姐 美音姐,你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請六秀師姐 來給各位觀眾朋友分享 因為我們前面 我們有說到服裝的搭配要得宜 對 那如果服裝要注意的話 那色系是不是也很重要 對,色系非常的重要 好,那如果很重要 那就請六秀師姐 來跟各位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怎麼樣來注意這個色的配色 讓人感覺真是對的 而且非常需要了解這些色 好嗎 好,那我們從色系來談 色系包括短色系 這個就都是短色系 對,還有冷色系 這是冷色系 對,短色系有紅色 紅色代表熱情 熱情 還有橙色 橙色代表活潑 活潑 還有黃色 黃色代表權威 權威 對 像傳統系裡 黃帝都是穿黃色的 是 對 代表至高無上的權威 所以是權威 黃袍家 黃袍家 是黃袍家 權威 對 那至於冷色系 我們看到的是紫色 它代表的是高貴 紫色代表高貴 對,綠色代表是和平 和平 綠色是和平 藍色它象徵的是沉穩 藍色是沉穩 對 藍色是沉穩 而且讓人家看了 會覺得有一股安… 安定的感覺 安定的感覺 像我們慈禁 每一位師兄、師姐 他們穿的藍的 的制服就是藍色的 對,就看起來 每個人穿的都一樣 就會有一股安定性 安定性 對 除了軟色系、冷色系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無色 無色 對,無色就是黑色、白色跟灰色 那黑色代表的是冷漠 很剛毅 那白色代表的是純潔 純潔 對,那灰色代表的是樸素 樸素 對 所以黑、灰、白這三個顏色 如果算起來,這算是無色 無色,對 但是它們這三個顏色非常好 任何色跟它搭 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 對 所以合作在被色上 只要主要用這三個顏色 來被每一顏色都可以 都可以 真的嗎 試看看 好… 所以是這樣子的話 那有沒有說 鋼色的,鋼色的 清潔下去做被色 那不可以嗎 對,如果銅色系 它是一個很好的搭配技巧 因為你以銅色系來搭的話 它幾乎不會出錯 是 因為你萬一對色彩的敏銳度 不是那麼高 可能你搭配起來 會讓人覺得很突兀 然後會覺得你標心利益 但我們現在這一邊 整個就是一個銅色系的搭配 是 那以這個銅色系來講 它有深有淺 但是它讓人家看起來就是 它要表現一個很熱情的紅色 對… 然後這一個呢 它是以藍色 深藍淺藍這樣來搭配的 一個銅色系調 是 那它要表現的就是一個很純紋 它是一個穩重的打扮 那至於剛剛這個黃色色系 它其實這個它有一點應該算是… 這個比較大地色 對… 大地色 對… 土黃色跟淺黃色、淺米黃 是 那這樣的搭配呢 其實它也要塑造一個 是比較權威的那種感覺 明朗權威的感覺 所以這種感覺 它如果搭配是這樣 會覺得比較權威 對… 讓人家感覺… 那所以其實是… 它對自己很有自信 對… 我們看 它這個其實那種款式是一樣的 對 但是因為銅色不一樣 讓人家覺得那種打扮起來 完全不一樣 所以用色很重要 很重要 對 那好 那是不是… 來 那這個基本上它也是 整個是同色系 是 冷色系 除了它比較… 它應該算是冷色系 是 冷色系的系列去搭 所以冷色系給人的感覺 就是都會覺得比較… 比較穩定 穩定 而且會比較理性一點 就是給人家感覺 比較冷漠、穩定、理性 那至於這一張 它應該也是算是… 這是什麼 它算是軟色系的一個系統 是 譬如你看 這個生咖啡跟一個米房 它同樣都是軟色系 那這個搭配起來 對 所以為什麼這個暖色系的部分 會讓人家覺得… 有一個特質 對 所以它的特質 就是因為是第一次打扮起來 所以讓人家覺得這樣 對 那還有呢 我們也可以針對季節 譬如現在夏天 那如果說夏天的時候 你再穿一個火熱熱的這種 暖色系 那人家一看到你好像 整個就像火山要爆發那種感覺 太熱情洋溢了 是 所以夏天的時候 我們就盡量穿冷色系的色調 那冬天我們就可以朝著 暖色系的色調 去選擇我們的衣服色系 好 好 所以說選對顏色是很重要的 那非常感恩 樂舊師姐 來到節目中跟我們分享 也感恩觀眾朋友收看 今天的智慧人生 感恩 好